今天這一集是來跟各位分享說 三防殼這種軍規的坦克殼要怎麼去選 那為什麼我會出這一集 因為我的一個朋友他的老婆是用Sansung S24 然後他近期都在找殼 要找那個很方衰很厚的 那我是會推Pelikon這一個Shield 那他在猶豫一些比如說Uterbox或其他一些品牌的 然後就是他其實對這個殼會比較不了解 那今天這一集我就等於是說 我跟各位去談 那我可能會給他看這個影片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推資一個保護殼 跟就是讓大家了解說 現在的三防殼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應該算嘗試或我使用的經驗 然後去分析說Uterbox的Defender跟這個Pelikon的這個Shield 為什麼我會比較推薦這一個 那首先就是說你要了解說現在的三防殼的那個構造 其實三防殼最早的構造就是他有一個這個支架 就是一個夾子 還有就是說三防殼的始祖其實是Uterbox Uterbox Defender我用超多的 所以我非常的了解 我包含手機iPad什麼都用Defender過 那我來跟你們講說他的一些問題跟缺點 那為什麼會後期大家會做比較輕量化的戰車殼 那我來跟各位說 那你們先去這個官方的網站 我先選這個是Uterbox Defender 然後Defender它設計的原理就是說它要最防摔 各方面的強度要最強 所以它會有外層會有一個框 就是說它這邊會有一個框 再接一個底面的框 那這個框兩個框都是硬的很像硬的塑料 把這個手機夾在裡面 然後最後再套一個這個透明的皮上去 然後之前的問題就是說 它有時候為了要增加防護 它的這個框可能上面還有塑膠膜 所以我之前的影片我還有教各位說 這種戰車殼如果你不要它 像Defender的Uterbox Defender 它這個都會有塑膠膜 可以把這個塑膠膜拆掉 變成只有框加後面這一塊背板 所以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可能用這個殼就不能貼保護貼了 因為它有塑膠膜 除非它現在的版本是沒有塑膠膜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你扣了這個上下的這兩個硬的塑料 它有時候這個卡榫很難去拆啊 所以有時候你在清潔或安裝這個保護殼 你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再來第三個問題是 它沒有MagSafe 這個殼之前的唯人公平就是說 它的防護力很高 可是因為你上下這個 已經有一個塑膠硬殼蓋住以後 你後面再加一個軟殼 一般它是沒有辦法做MagSafe的 而且它這個那麼厚 那你的手機 你為了防摔 你的磁吸的功能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Uterbox的問題就是 這樣子 有膜 然後這個拆裝不易 清潔不易 再來就是沒有MagSafe 所以它後來Uterbox的改良 就是現在這種輕量的三房殼 它的做法 比如說它出一個這個Defender XT 這個XT是它新的產品 那它主打的就是說 我又要有輕薄 但是又要有高的防護力 那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改良了一些 我點進去 第一個它的型 就比較又輕薄了一點以外 它有做MagSafe了 然後它把那個 我們很煩惱的就是 拆裝的問題 把它改進了 它變得只有兩塊 它只有上方的鏡框的這一塊 跟底面的橡膠皮跟底板一起做 但是上方它這一塊 它是沒有就是那個保護膜 我忘記了啦 我不知道現在的XT 我之前用太久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保護膜 如果有保護膜 它其實也是可以拆掉 但是它有的是會直接附保護膜 所以就是它至少它的好處是 它上方跟下方只有兩塊而已 上面這個框是硬塑料 然後底面的話就是直接裝 那Uterbox是 我覺得它變比較輕量化的好處 這個XT是它多了可以 用這個MagSafe 就是後面 它至少有可以磁吸了 那它的這個邊 底面這一塊也是 旁邊也是那種橡膠 是塑料 也是很軟的 所以而且它沒有那個價值 所以它的價格稍微便宜一點以外 就是 主打輕量化的這種 戰車殼 我現在手中這個15Promax的 這個Pelican Shell 也是這一類型的 這個一定是勢必 最後都會走到這樣 比較輕薄的 那而且這個Shale 它是沒有 這個透明的這個膜 所以它不會去影響到說 你要不要貼鏡頭貼 我不曉得 現在Uterbox的XT上面有沒有膜 我之前買的很多Defender 或這個XT系列 我已經有點忘了 有的是有膜 有的沒有膜 你們要自己再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沒有膜的話 像這個Shale是沒有膜 你就可以自己去貼保護貼 那Uterbox Defender跟XT 這個也會卡保護貼 所以保護貼的相容性 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 那現在的話 一般都是做2.5D的這個螢幕保護貼 我來測這個Pelican 這個是都不會卡中 所以Pelican的這個Shale 這個是保護貼的部分 就是比較相容性比較安心 所以如果以這樣比起來 我當然還是會先選Shale的 它的拆裝就是 它是兩層皮啊 你在拆裝的時候 你可能要找到這個皮的一些這個邊啊 或者沿著它的旁邊 去把它的這個框把它拿起來 所以它也是一個框 一個框加上一個這個硬的這個背板 那它這個背板是凱弗拉的 這個強韌性就夠 然後旁邊是這個橡膠的這種 防摔的這個材質 所以它是這種兩片式的 而且它又有送這個支架 你要用支架就用支架 不要用支架也可以 而且它不用支架的時候 它的外型也是我喜歡的 非常漂亮 這一個殼Uterbox的差異 我覺得差異是在這個邊啊 這一次我非常推這個殼原 其實它的邊是這個有刻痕的 就是說有一點好像階梯狀的這個刻痕 所以你這個高防摔的 你在抓的話 我覺得會比Uterbox的這個邊 會更好去抓握啊 那Uterbox它那個邊是比較平整的 當然它也是有做刻痕 可是比較平整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你老婆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就是很容易摔的 我覺得你多一點這種 抓痕直滑的這個刻度 這個是比較好的 然後我抓它這個是手感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我有朋友在講說 像這個殼 像那個Sansung它的邊是會 到底是高幾mm或什麼 那它會一直認為說好像防護不夠 那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這種軍規三防殼 我覺得它的這個防護的高度 大概每個殼大概都是做 大概2mm 2mm就很多了啦 2mm到3mm 意思就是說你去裝這個殼的時候 你去量它的這個最低的這個卡到這個螢幕的地方 跟它的這個邊這樣子去量 像我這個殼這樣看起來 大概是2mm快3mm 所以一般的它的這個殼的這個 純大概都是2mm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防護已經夠了 那你們會看起來 覺得它好像比較平的原因是 因為你裝下去的時候 你還有保護貼 你的保護貼大概都0.3mm 大概就占掉1mm 所以會比較平 可是事實上 它這樣子整個高度 或整個防摔的話 大概就是2mm到3mm 你這個摔下去 你撞到這個邊以外 你還有玻璃貼在擋掉1mm 我是覺得2mm已經非常足夠了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裝一下 給你們看說這個 Pelikon這個Share的 我覺得很不錯喔 外型很漂亮以外 我覺得會比Alterbox的更有型 還有抓握感會更好 防護也是很全面的 它這個框裝下去以後 其實像我這一片保護貼是稍微比較大的 它也不會卡到這個塑膠框 現在很多的殼 你們可能要去看 這種三方殼 很多會卡到邊喔 那我這個Pelikon這個不會嘛 那我這樣裝 然後它也是很輕鬆 外面很輕鬆把它這樣扣上 然後它的視覺啊 它的效果啊 就是非常漂亮以外 我覺得它的這個旁邊這個抓握感是最好的 這個橡膠 是有一點那種濕潤的 濕濕的 然後不會很乾燥的 所以它這個手感抓起來很好以外 它背板的這個 凱弗拉的這個背啊 摸起來很滑順光滑 所以你這個手感去變化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而且它的磁吸也算是蠻強的喔 吸起來都是 都是非常強的啊 這個磁吸很強 所以它這個我就覺得非常漂亮 而且這旁邊還有螺絲 那你也可以裝它自己的 shale的這個 磁吸的錢包 整體都非常漂亮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很害怕的說 它的這個邊 是不是不夠高啊 或什麼啊 其實我現在 裝這個保護殼 下去啊 你其實也會覺得說 它的這個高度好像沒有很高啊 可是那個不會很高的原因 是因為我上面還有一層保護貼啊 大概就是一點多mm了 我是覺得其實還是可以 因為你要想啊 你還有一個保護貼在上面啊 所以你這個厚度 我覺得這個已經算是非常高的了 撞下去還有一個玻璃貼啊 因為你一定有貼玻璃貼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側面的防護 這樣子是夠的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要選這種三房殼 當然iPhone的話 我們是要有磁吸啦 如果要有磁吸 我現在就不會推 它最經典的那個Defender版本了 因為那個Defender版本 就是沒有辦法裝磁吸嘛 所以你只能選它的XT 那你XT的話 跟這個Pelikon的Shield的來比 其實各方面大家做的都差不多啦 它的這個邊防護 一定也是2mm左右的啦 2mm到3mm 它這種邊不可能做再高了啦 不可能做到4mm、5mm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一般的這種2mm、3mm 就已經很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殼 邊防護差不多以外 你現在的重點應該是 它的這個側面 因為如果比如說像 你們很容易摔手機的 你應該是要讓它有更好的抓握感 所以它的這個邊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殼我給它滿分啦 而且它是有這個防塵塞 它防塵塞也是非常的平整 都是很好的 它唯一這個被人家罵是說 它沒有第三個按鍵 可是它這個 這個孔也是開很大 還有其實 我在用這種殼 我也很少再按這個第三個按鍵 就是防塵塞 因為你裝這個防塵塞 不是只有這邊麻煩而已 是你連底面充電都很麻煩 所以一般而言 這種的我們不會去管這個蓋子的 因為這兩個地方 我們就會比較少用 對阿 我是覺得 Pelicron Shell 這個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而且它還送一個這個夾子 它這個夾子也不會很醜 這個夾子也有立架的功能 然後一推 一推也是可以這樣子 可以變平的收納 那你如果平時的話 你裝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也是多一個防護 其實它的這個外型 你裝這個夾子也不會很醜 而且這個在拿也很好拿 它這個扣的地方 比你那種紙扣環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拿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會摔的人 你也可以把它螢幕朝內這樣扣 那變成是螢幕在裡面了 你這樣摔的話 會先打中這個夾子的地方 會彈起來 然後後面是用背板去捉地 也是可以這樣用 所以這個軍規三盤殼 我就推這個Pelicron Shell 這個應該是它系列中最高的 這個6.4米的 而且它這個是很有質感的 排斧拉的 觸感又是最好的 這裡就是跟各位講說 這種軍規三盤殼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我的經驗跟各位去分享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裡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可以跟你講說 你應該要知道 吧 這一個